你踩啥呀 你踩啥呀 你踩耗子尾巴上了 耗子 你咋知道呢 我确实有一只 一只 啥呀 耗子 去哪里 往我瞅瞅去 真是的 我跟你说 小莲 不就看见这耗子吗 至于那么激动 别激动了 我是被吓的 吓到我哭了 哪有啊 哪有啊 哪有耗子 有 我亲爱看见的 那说那哪气管呢 跑了 跑了 没跑我屋去吧 也没有 进楼到了 那还就是这过路的耗子 不会来咱家定居的 我去趁点水泥 把那洞糊了 你没事 早就应该糊上 那万一不是一只耗子呢 我得上我柜子里看 别把我衣服给咬了 眼睛 是的 好好看看 你快看一下我呀 你这新的牛仔裤 这是好客的吧 啥呀 不好客的 是我自个儿客 好 好好固 你怎么能这样干啥呀 你呀 妈 你懂啥呀 这叫时尚 这时尚 穿上这样的牛仔裤 提高回头率50% 我给你说了吗 那是过路的耗子 咱家早就绝了 真是 那他卖衣了 咱家啥东西 都回来求呢 看看你 你也不嫌乱整 这一堆一堆的衣服都 衣柜里都快摆不下了 趁似的 对 我错过了 我再买个衣柜 你还惦记着买东西 你还在老娘们儿 行了 别搞了 咱家没有耗的 哎呀 咋样 让耗子咬了 啥玩意 照片 啥照片 这是彩色照片 这照片是啥人 他不是男的 好像是个 这女人是谁呀 她是我先前的 女朋友 女朋友 你现在跟他啥关系啊 姓名 年龄 姓名 民族 正正面貌 你还在那里面 我拖我单位 我俩怎么断了 你还不那么多干啥呢 是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 不不不不 一个 我到底爱不爱我 爱 爱 爱 你爱我留他照片干啥呀 哎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小龙大长 我说清楚了 你为啥留他照片 我这不都跟你说了吗 我俩早就断了 就为让未来好好继续 你又何必不够追寻 我不是真行吗 让未来好好继续 谁跟谁的未来呀 我跟他的 那当然 是吧 他说的 他什么还能跟谁 跟他一场关系都没有 那你为啥留他照片 她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行 第一个 你一共有几个呀你 加上你一共是 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你就告诉我 那我还能把你吃了 你告诉我一个 我给你一百块钱 拉倒吧 我为了九百块钱我吃了 九个 你咋知道的呢 说了 我挨着个的跟他们都吹了 谁啊 你还能有谁啊 你到底啥时候跟我吹 你就是给我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胆 你就是给我那个胆我也没有那个款 你就是给我那个款我也陷不起那个眼 我都不敢 你就是扒死你我也不敢 你什么说的好听我还不了解你 你跟我说 他是谁 家中哪 我俩都断了 我把照片扔回来形容 扔了吧 然后你再告诉我 他是谁 叫啥名 你咋没完没了呢 听听啊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那这事就过去了行 哎 怎么忍心 怪你犯了错 是我给你自己过了 我 不是 从今以后 我给你宣布三条记忆 三条 三条啊 我找个本记忆 老实点 第一 第一 每个月的收入必须如实上缴 那 不许跟别的女的眉来眼去打情骂俏 第三 每天晚上十点以前你必须回家 你答不答应 我答应 我答应 去啊 正下天上又浪了 哎 牛大爷 慢点 我倒了 牛大爷 咋的 家里要装修啊 我啥修啊 老耗子 在那水泥把耗子窟窟上 你什么人是堵个窟窿 能有多少水泥啊 剩下不浪费了 嗯 给我得了 我家里挣翻球地板呢 啊 平然 哎呀 你看你给你挤的哎呀 给你剩一把 反正都是工具的东西 又不用你老掏钱 啊 啊 啊 你请我这水泥是从厂里拿的啊 你看 那不是拿的还让是买的啊 啊 那堵个窟窿能有一大水泥啊 谁傻啊 我就这么傻 谁傻啊 我跟你说 占工具便宜的事 我老牛向来不敢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不给就拉倒呗 还跟我这儿讲大道理呢 你 不是 谁信你 哎 哎你个小兔子 你要气死我啊你啊 哎 过来过来过来 你给我平衡着理 你说我买袋水泥 我回家堵浩和窟窿 所以那小子非说我这水泥从厂里拿的 你缺的个不缺的个 你们气 牛带 你别理他 嗯 现在社会风气不正 对 老有那么一些人啊 就爱说别人闲话 怎么啊 这不无中生有吗 你 就拿水泥这事来说吧 嗯 其实大伙心里都明白啊 就他多嘴 非得说出来 多不给你老面 喂 这是我买的 你信我从厂里拿来啊 哎呀 现在谁还敢从厂里拿东西啊 自打新厂长刘川一商人 严格管理 就是一根螺丝钉 你也别想拿出去 就是吗 当然你牛带就不一样了 咋嘞 刘川是什么东西啊 不告诉你啊 这事我绝对没找过刘川 哎呀这点小事还用直接找他 跟他秘书说一声传办了 这真是我买的呀 哎呀我知道 就是拿的 也得说是买的 没信呢 别别别别别 别吵了 别吵了 我得我这身上清除了我跟你说 别吵了 别吵了 我这有发货票 你看见没 哎呀 真是买的呀 哪行咋的 只没让刘川给一报 你这么吵了你 我买点水泥 我有发票 这非说是我拿的 你这么闹吗 你是这玩意 刘大爷 啥也别说了 你的为人啊 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买的还是拿的 你心里明白就行了 用不着给我们解释 这别走啊 都别走 哎 都别走啊 都别走啊 这啥话不冤枉吗 这啥话不冤枉吗 张月 张月 哎呀 鬼哥呀 我跟你说 我找你半天了 哎 小六这从那个哪儿 是回来了 请咱俩喝酒呢 可疼啊 你先去吧 我今天晚上家里有点事 天天家里有事啊 啊 刚结婚几天 那让媳妇管成这样啊 你啊 他管我 啊 在家里我说了算 啊 我也不知道 你也说说就算了 啥叫说说就算了 啥叫说说就算了呀 你看 急了 我跟你说 凡事 你婷婷嫂子都问我啊 这在家里他讲民主 对 我知道 你是民踏实主吗 你说啥呢 你咋这么磕着我呢 你看你看 你凶啥呀 别装了 有本事回家跟你媳妇凶 咋的 我还听说婷婷还给你规定了几条纪律 啥呀 说这个喝酒不能超过半斤 我家伙超过十点 有这事啊 你别听了别人瞎白胡 不是 我还听说现在你那个连袜子都得自己洗了 这哪个妈妈在瞎说的 这是你妈跟我说的 眼就哗 看叉 看叉了 你妈说那是她亲眼看见的 我妈那是亲眼看叉的 不是自己洗袜子 那 咱们给婷婷洗吧 你笑啥笑啥笑啥 你那还不如洗自己呢 我跟你说 维哥 不就一个猪婷婷吗 你说你怕她干啥呀 废话 你不怕我 我就更不怕 行了 你可 我跟你说维哥 媳妇这东西吧 你不能怕 你一怕那就别想抬起头来了 下次再敢冲你发火 那你上去就给她一个大耳雷子 不行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事到临头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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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哥 我跟你说 你肯定中了她的那个振浮咒了 振浮咒 这是我妈告诉我的 别人干 别人干 你先过去 你 我跟你说 只要这个当老公的一辈媳妇下了这个振浮咒 那就完了 咋的 勇士不得翻身 一辈子被老婆踩在脚下 那咋办 咋办 没关系 他敢给你暗中下这个振浮咒 咱可以背后给他下祥祈福 祥祈福 然后回家之后 他再敢跟你发火 你就一跺脚 冲他说上一句话 说啥 必须我不知道 你这句话一说 完了 他肯定就以为自己下振浮咒的事情已经败漏了 必然向你坦白交代 一经从他嘴里边说出来 那这个振浮咒就不灵了 真的 真的 以后你咋说就咋是了 回家试试 不是 有了这个祥祈福 你还着急回啥家呀你 你就得故意的挽回去 再喝剩点酒 那效果更好 那为啥呢 酒壮松人胆呢 真圆 真圆 圆 我那袋水泥吧 明明想买的 还他们谁也不信 你说什么 不是 他说我不实的 爸呀 那难怪人家不信 不是你说你堵个耗子窟窿 又买一袋水泥啊 抓一把完事了呗 可是一把人家不卖呀 不是你 他得拿的 看他不能咋的 可我没拿呀 我都假装说是你拿的呗 说是拿的 影响多不好啊 那你说是买的 那谁信呐 可也是哈 爸呀 以后再有这种情况发生呢 你就说从厂里拿的 就对他们的乌鸦嘴 老头子 嗯 水管就要漏了 咋办吧 那不好办 这在游戏糊上呗 你看 明天还得去买桶漆 再喝酒 酒前有狗 再喝酒 你烟门楼 你 喝成这样你都敢回家 说 上哪去了 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回家 吃吃喝喝玩玩的 再回说 赖杯如梦 再回说 给你个胖肉 你咋跟我保证的 保证的 好 好 那个不就是 喝酒不能超过一斤 回家晚上不能晚于十二点 你不说你 啊 是晚上不能超过十点 喝酒不能超过半斤 好 我可能今天把脑子有点喝多了 这酒 那你 那你 那是你记错 你蒙我 我 我告诉你 小伟 你千万别招我啊 我现在手哑人着呢 那赶紧抽自己俩嘴巴 姐姐哑 现在我就是帮你我 你敢 你还敢打我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说啥呢 黑马 黑马 真灵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别心虚啊 你别装了 你别以为我 你都知道了 你上个月吧 我给我妈五百块钱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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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妈 你每个月你就给二 不说这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说我留四方钱那事吧 暂时 也不是这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上次吧 好 我买一条裙子 我跟你说是花四百块钱买 对 花了八百 你还骗 你这你还骗 不说这个事 你交代实际问题 别以为我不知道 小伟啊 你看前天晚上吧 那 你说我上我太老了家去了 我去打麻将呢 不让我打你 你还打你 你个臭娘们 我没输啊 那就行了呗 那输多少也不行 有 那也害了我什么 你交代实际问题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都知道了 嗯啊 你别生气啊 说 你上次来咱家那个男的吧 不是我表哥 知道 你是我男朋友 小伙 以前的 男朋友 你还敢把以前的男朋友招家了 不是吹了吗 为啥吹呢 他甩的我 我眼光低啊 你不认识这件事情啊 不要 避重就轻 你交代实际问题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还有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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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想想 你在我背后 啊 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 你让我在家翻不了身 在外面 戴不起头 啊 牛小伟 嗯 你不是怀疑我在那里有外遇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牛小伟 我我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 牛小伟 你你冤枉谁 不是啥的事啊 不灵了 你 你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不知道 牛小伟 你敢这么苛认我 我今天我跟你冤了我 哎呀你冤枉我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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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看牛大爷岁数挺大 脸皮还挺薄 哦 昨天从厂子里拿了一袋水泥 还不好意思承认 你别说是买的 你别扯他 老牛啊 不是那种人 全省劳魔 他能干这事 你不相信呢 那 这事啊 要是搁在厂长身上啊 我都信 搁在他身上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牛 嗯 买桶油漆啊 嘿嘿嘿嘿 我要说买的谁信呢 哪里拿的 牛大爷啊 我就佩服您的实在劲 哎呀老牛 你咋也整这事呢 你太让人失望了 我跟你说 你失望了 哎呀啥都没说了 真是人心不古 哎 哎 又一个偶像倒下嘛 是啊 牛大 啊 这油梯先借我用哦 挺啥啊 我有急用啊 不是 挺啥啊 反正是供这东西 又不用你掏钱 供这东西就不用掏钱啊 谁占供这便宜 我跟谁没完 都会结果 你说了 那都是顺子 都是顺子 你以后再不大的时候怎么说 姐姐 啥鱼说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 不怕分居 排除万难 坚持几年 坚持几年呢 你就原谅我这回呗 别哭 那行 那就这么办 你呢 我倒杯水 你要是想跟我过呢 你就把这杯水喝了 你要不想跟我过呢 你就别喝 喝不喝呢 你自己决定吗 你自己决定吗 牛小伟 好几十块钱一套呢 我才多钱一套呢 我喝就去了 没喝 没喝就好 没喝就这么样 你还想跟我一起过 牛小伟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是舍不得我呗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